原版简单到没有兴 过不过都给长按点赞 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更新 我是僵尸了 前段时间确实没空 但是还有一个原因 大家看 我已经更新了16期独门 播放只有320万 刚好平均一个独门是20万播放 咱们拿之前的懒人杂冠 举例30个视频 1300多万播放 平均一个视频是40万播放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绝大多数人 都不太喜欢这个模式 但是只要有人还在看 我还是会坚持一下这个模式 这卡槽里面有毁灭菇和双相 女剑不鲜了 毁灭菇是小丑 双相是辣椒僵尸 这个阵法看起来还是挺复杂的 不过一路一个撑杆 能够直接打通吧 刚好打过 那我们现在的话 只能打第二路 因为第二路有两个项子 可以必须得首先拿到 第二路的话 我们可以放一个普通僵尸 把窝瓜骗掉 然后再放一个橙杆 跳过窝瓜 把这个反向双发 不对 双相是就把它吃了 然后我们再补一个橙杆 两个橙杆的话 应该能直接打通二路 一个橙杆肯定是不行的 我已经试过很多次了 然后再把三路的磁力菇给偷了 这个磁力菇真的很烦啊 如果我们放梯子的话 就被白皙了 必须得偷掉 哎 我的第二路撑杆怎么死掉了 那重来一次吧 好 我们解决掉一二路之后呢 现在阳光还挺多的 五路放一个胡梯 打了梯子之后就喂大嘴花 然后我们再放一个辣椒僵尸 辣椒僵尸 吃掉大嘴花 吃掉大蒜之后 可以往四路走 四路正好没有向着回 我们辣椒在第四路炸的话 是很赚的 之前呢 我用的是一个小手僵尸 这样吃大蒜上去啊 但是没有这个辣椒僵尸划算 炸掉之后呢 我们在五路补一个撑杆跳僵尸吧 直接把五路也给打通了 但是这里呢 有很多人有疑问啊 为什么五路不继续放一个普通僵尸 吃大蒜走四路吃脑子呢 其实我已经试过了 因为如果放一个普通僵尸的话 待会我们打三路阳光就不够了 因为三路的巷子葵是在后面 所以这个巷子葵 我们肯定只能最后通关的时候吃的 这个箱子葵其实用柱就不是很大 然后呢 我们在第四路最后面放一个小丑僵尸 这个小丑僵尸呢 需要走到后面炸掉什么呢 炸掉那个机枪射手和西瓜 是不是 炸掉这两个植物就可以了 这里呢 需要一点点的运气 不过还是很容易的 这里 刚好 过了之后呢 我们是与两百阳光 放一个普通僵尸 喂食大嘴花 然后再放两个橙杆吊僵尸 如果刚才我们五路放一个普通僵尸 吃大蒜去四路吃脑子的话就可以发现 这里的话我们就放不了两个橙杆跳僵尸 一个橙杆跳僵尸是过不去的 吃掉巷子葵之后呢 我们又剩余两百阳光 那么两百阳光打第四路的话 有所就行了吧 直接放一个橙杆跳僵尸就过了 这一关呢其实还是怎么说呢 也不能说简单吧 这一关容易被那个小丑僵尸给误导 我本来以为是小丑僵尸走五路 然后吃大蒜去四路炸掉植物的 其实这样的方法行不通 不知道是我没有打出来吗 还是怎么的 这个正法呢 打个最优解出来 上个独门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那这样吧 把这个评判独门的资格呢 就交给在座的各位了 我们评论区见 那这个正法到底还有没有最优解呢 阳兽足够的人可以去尝试一下 不管了 先上个独门再说 好的 我是诸葛 别忘了关注哦 下期再见